大家好 焦點視頻 李應聰風水命理的時間 盈國幕 見到我們的李應聰師傅 Hello 大家好 之前跟大家介紹過一個簡單的方法 去找出自己的名工 去批算自己的榴槤小限 教大家如何做一個安隱水化解五王病星 今集想跟大家分享一個話題 這個話題沒有什麼五行的學歷 但可以跟大家去分析 因為很多人批命的時候都會問到 師傅 我的命是否合適合移民 移到哪裏好 合不合我 這樣的情況 分散了回答 不如我一次過做一集節目跟大家去講這個問題 分享給大家可以看到 究竟我們怎樣去看 在命理學裡面怎樣去看移民這件事情 首先我要講出一些我個人認為不是太合適的坊間說法 坊間通常一般會這樣說 例如你的八字 即出生年月日時間 我們叫做時辰八字 你的八字五行起火的 就去南方下 不移北方 你的八字五行起水的 就向北方下 就不移南方 OK 你的八字五行起金的 就適宜向西方 就不移東方 你的八字起木的 就適宜向東方 就不移西方 這種說法 我個人是不認同的 因為在我批命這麼多年的經驗裡面 實際的事情並不是這樣的 甚至乎是剛剛相反的 譬如我們怎樣為之叫喜忌 一般的說法就是五行多者為忌 譬如你的八字裡面的金很重 我們就叫做五行忌金 一般是這樣的說法 或者八字裡面夏天出生 我們叫五行忌火就要水了 你的八字冬天出生 你的八字寄水就起火了 所以你就可以用相反方向走 就叫做有運行 這樣的情況 在我的批算裡面來說 不是這樣 絕對不是這樣 是剛剛相反的 譬如你的八字裡面 這麼重的話 是池牆會牽引你 你會喜歡向西方走 你會特別喜歡去英國 美國這些地方 而你去到這個地方 有沒有運行 是視乎你的八字 當時的流連大運 有沒有運行 和你去這個方位 對你有沒有運行 是在八字裡面 是沒有什麼直接的關聯的 我之前我在一周刊裡面 做過神義不棍 做過一個節目 就是講這個話題的 我當時用了 藝人陳偉廷做一個八字的例子 陳偉廷大家現在一定是知道誰 但大家應該記得 在早八九年前 高登網站的時候流傳過一句說話 就是 而我不知陳偉廷是誰 即是當時陳偉廷是一個 不紅的藝人 好了 陳偉廷的八字就是水很重 水很重 如果按照一般坊間的理論來講 他水那麼重是不應該去北方走 他在香港 從香港到北方 就是大陸 但是結果如何 大家現在當然有眼見 我相信現在今時今日 在國內 沒有人不知道誰是陳偉廷 因為他回去了幾年 都已經過億身家了 對不對 他怎麼會不知道誰是陳偉廷 那你怎麼解釋 他的八字水那麼重 又可以去北方走 又能夠紅得起 反而在香港 我們俗稱的南方地 紅不起 他的答案就是 無關事 我整個就是無關 你明白嗎 所以不要再問我 我八字五行起什麼 應該去什麼方位 我會全部折斷你們 我會禁止你們 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OK 不對 實際上我們要看移民 我們首先在八字裡面 怎麼去分析呢 我們第一件事情去看 就是說 你本身是不是一個 容易適應新環境的人 這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從小到大 你都是在香港生活 OK 現在要突然去一個 不熟悉的地方 譬如現在很多人選擇 澳洲是一個移民的熱門地帶 但你從未去過澳洲 那你現在 你有錢 你過了澳洲移民 你真的覺得你自己 適合居住一個陌生地方嗎 你可能去旅行 一兩個星期你會適合 但要你長久居住 十幾十年 你真的適合嗎 你首先要看一下 你自己的八字的性格 是不是一個容易適應 新地方 面對陌生環境的地方 那我們怎樣在八字裡面分析這件事情呢 我們看看你的八字裡面 日主夠不夠強 連月一時 是你的八字 我們是用日主這個五行 去代表你的立極點 譬如你的五行 你的命格 你是屬火的 而你生在夏天 我們叫做一個新強的八字的結構 一個新強的人 他的獨立性是比較重的 所以是會比較容易適應到新環境的 如果你是一個新強的結構 相反如果你是身很弱的 譬如你是屬火 但是你的八字裡面的火很弱的話 你是不喜歡太過去其他地方停留的 如果你的身太弱的話 甚至乎你是一個居無定所的人 到處走 而不喜歡停留那個地方太久 所以有些人呢 是不喜歡移民的 第二 我們要看你的八字裡面 翼馬重不重 什麼叫翼馬重不重呢 我們所說的就是 人身自害 地支 人身自害 叫四翼馬 或者有沒有凝聰 如果你的命格 在地支裡面 很多人身自害 很多凝聰 即是子午聰 人身聰 醜述味 逢聰烈 很多凝聰 代表你的人會有飄破不定的現象 那些人又不喜歡固定在一個地方 即使你自己出身地 都不喜歡停留的 那些人就有機會會移民 首先我們要看看你的性格 是不是喜歡旅遊 是不是喜歡停留一個地方 轉變一個地方 先看這件事情 OK 看完了 好了 第二地方 我們選擇地方 比如假設你是一個性格 是可以獨立地 去面對新環境的 翼馬又重的 你會喜歡移民的 我們就要看 究竟什麼地方適合你 這個 我們在這個八字裡面 是看你的性格 去決定 你適合移民去什麼地方 即是說 我們要天地人的因素 做一個綜合的 是把你的八字的性格 看回邦輯時 你想移民那個地方的社會風俗 和你的性格 是否合不去決定 我打個比喻 譬如你的八字的性格 是一個武將的名格 即是揚刃七殺 偏才很重 是一些做生意賺食的人 事業心非常之重 你覺得移民去澳洲 你適不適合 你真的擠牛奶嗎 過去 是不是 你沒有東西做的 那你過去做什麼 我想問問你做什麼 除非你退休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 武將命格的人 就算真的要移民 你當然是移回一些 有拼搏機會的地方 是不是 一些比較適合 退休人士 等你七老八十才考慮移 不過七老八十 你可能覺得也不必要移 是嗎 就會是這樣的情況 好了 如果相反 你是一個比較民靜的 悶得的 OK 悶得的 喜歡這個世外桃園 安靜環境 不喜歡香港這麼吵的地方 那你可以移民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 例如澳洲 或者英國 這些相對上 沒有什麼生活的 OK 你過去可能真的要開一間餐館 去衛生 或者加拿大 這些地方 就是選擇這樣的地方 去做一個選擇性 好了 第二 我們就會看方向 看什麼方向 看你大運行什麼方向 例如 假設你今年是五十歲 我們十年 十年一個大運 你去批評的 師傅會跟你說 你現在走什麼 東南西北運 譬如你現在是五十歲人 你現在走一個 我們叫做西方金運 你八戒又適合移民的 西方金運 由香港向西的地方 英國 美國 這些地方 就是向西走 那你就可以 跟回你的大運 走回向西的地方 不關你的八戒 起什麼民事 是你的大運在走什麼方向 你可以走那個方向 因為你會 在磁場數裡面 第一你得到天使之助 第二方面 你也可以容易成功 譬如你現在八戒裡面 五十歲後走東方 東北運 你可以移民回台灣 移民去日本 這些情況 如果你在八戒裡面 行水運 你直接回大灣區住 回大陸 就是這樣 如果你在八戒向南 走南方火運 就移民去澳洲 馬來西亞 新加坡 這些地方 你是用這個角度 去決定自己移民什麼方位 OK 第一 最重要是什麼呢 你的性格 是否一個容易接受到 新地方 環境的地方 很多時候 你看到 在九七前 都有移民潮 當然現在的移民潮 更厲害 因為九七前 有移民潮 但是 剛剛踏入千禧年的時候 當時的香港 沒有今時今日 那麼大的問題 很多人是後悔的 因為可能移民了去加拿大 又很悶 又找不到吃 就在那裡擠魚蛋 或者洗大餅 這樣的情況 最後都回流回香港 現在回流回了 又走過 就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他的性格 根本上 就接受不到新環境 因為香港 你知道的 吃頓飯都快 九個字要吃軟 是吧 永遠都快快快 走步路又急 去到外國 人家過一天 放了工之後 去車幣市場 買一樣東西 就叫做一天的娛樂 你在香港 你哪有習慣 如果你住慣了 有些人是接受不到新環境 很多時候就會快速回流 所以要看第一 你的性格 是不是一個適合移民的人 第二 按照你自己性格的本性 選一個跟你相近的社會民風 如果你是競爭型的人 去一些競爭的國家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攤頭的人 去一些吃牛奶的地方 第三 看回你現在這個歲數 走的運 通常一般人想移民 都是四五十歲 或者之後 走的運 是向哪個方向走 按你現在這個居住的環境 東南西北方的Google地圖 射回去那個位置 就是你可以走的地方 這個呢 真真正正正 是用來看移民的運勢 希望這一集可以教到大家 怎樣為之一個適合移民 不關你的八字起什麼事 你不要說八字起火 就向南方 寄水就不能回大陸 你不要想這個問題 這件事是不關事的 OK 好了 那今集的時間到 下一集 我們再請教李應聰師傅 其餘一些風水玄學的問題 好的 多謝大家 祝大家新年進步 福祉臨門 恭喜恭喜 拜拜 拜拜